听学行走,文化感悟 听世界 在这几年,秦桧文王很忙 他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前庭后院的清早工作了 一,是向南打击巴蜀,占领那里水草丰美的土地 第二,是向北收拾义渠部落 因为这里是秦国典型的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呢 想进入中原,自己的后院就不能起火 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这两件事情在做的时候 天上又给秦国掉下来一个张仪 在政坛上刚刚亮相,就已经寂静四座了 舌头上下一番,就从魏国卷回来一个上郡 不但使得秦国北部边境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消除了魏国来自北边的威胁 就像当初,公孙衍从魏国骗来了阴境这个城市 秦王高兴之下把它改成宁秦一样 这一次对于魏惠文王来说,也是最大的宁秦 秦国因此而安定了 秦惠王王当然很高兴 当张仪高高兴兴地从魏国西行千里 回到秦国都城咸阳的时候 秦惠文君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份大礼 给他加封,秦赏 不过大梁造这个最高职贤已经有人做了 就是公孙衍 于是秦老大就从中原各诸侯国 引入了相国这个管理的制度 当时在秦国这个位置叫相邦 作为文官的最高职位,直接赏给了张仪 张仪从入秦到为相,前后不到两年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是坐着火箭望上升的 又过了一年,周贤王四十二年 就是公元前三二七年 秦国人趁热打铁,征服了西戎的义渠部落 设立义渠县,这个地方在甘肃的宁县 并且把这个部落的首领任命为地方官 同一年,秦国人又扔出了大胡萝卜 将郊城和曲卧两座城市还给了魏国 周贤王四十四年 就是公元前三二五年四月初四 这是一个好日子 秦国国君正式称王 从魏惠文君正式称为魏惠文王 再过一年,张仪大棒出手 再度攻占了魏国的陕城,也就是郊城 这一切实在发生得太快了 一直在旁边用冷眼瞄着的公孙岩 再也坐不住了 岩瞅着自己的官运好像不再亨通了 张仪跟他好像也不善了 渐渐地成为自己的死敌了 公孙岩不禁怒火中烧 打算和张仪一决高下挽回自己的尊严 公孙岩和张仪的梁子就此结下了 从那以后,这两位就在战国的政坛上大打出手了 尽管公孙岩和张仪之间因为争锋持促 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的国际争端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 他们最终的目的竟然都是为了服务于同一个国家 秦国 所以历史的选择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 而且更为奇妙的是 公孙岩和张仪都先后做过魏国的国相 甚至也做过其他某些国家的国相 可是魏国和这些国家竟然没有好好地用他们 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政坛上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由此看来 秦国人实在不笨 而中原诸侯们实在是混账 所以历史的天平就在这一刻开始向秦国倾斜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篇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它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